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老黑频道 今天跟朋友们一块聊天 朋友跟我说上将刘亚洲被抓了 这么一个消息我还是蛮震惊的 因为像这种中共内斗的话题 我之前我不怎么聊 但是像这种我觉得我还是要说一说的 因为像刘亚洲 把他之前写的一些文章 我都看过 刘亚洲我对他印象真的是不坏 你别看他是一个中共高官 但是对于这么一个党内高层 你要是看他的文章你就知道了 他还是就是说挺开明的 希望能够改变的这么一个党内的红二代 那么现在你说刘亚洲被抓 八成不是八成了 99.99%那是跟习近平有关 习近平看他不爽 或者说刘亚洲 他自己本身可能因为一点小事情就被抓了 咱们边看新闻边分析好吧 刘亚洲上将出事了 传兄弟俩同时被捕 他兄弟刘亚洲还是刘亚伟两个人 从北京高层内幕消息 得到一个惊人的消息 著名军旅作家前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 还是李先念的女婿 同弟弟同时被捕 你说这事多大个事 你说事小吗 是不小 你要说大吗 那事也不大 你这消息惊人 因为刘亚洲毕竟是苗根阵龙的红二伴 曾是军队高层将领 他自己本人也是非常有才华 他之前文章我看过 我对他印象并不坏 你别看他是一个党内高官 在中共的诸多庸观中 刘亚洲是一个风格独特 非常喜慕的人物 你看这些网络上这些媒体 对于刘亚洲好像都是一个同情 这么一个角度是比较多 刘亚洲被谱也不意外 因为他是一个极具才华思想独立 容易吃财傲物 猪耳不群 这类人向来不为独裁者所喜所容 所以说无论怎样伪装装乖也没用 以前就是那一年末 上面禁止过圣诞节 刘亚洲就特地跑到花山脚下 依狗食馆过圣诞 言语以诸多挑衅 你要是看刘亚洲写的文章 你就可以知道刘亚洲 他的价值观是一个天然的亲美派 但是你看作为一个党员 他又有一个党性在里面 习上台之后 他揣摩圣意 主持拍摄了系列反美纪录片 又公开举行讲座与美为敌 后来会议被取消 最终没开成 其实我倒是可以理解 可即便如此 圣上仍然对其严加防范 终于被卸甲归田 刘亚洲他派系跟习的不是一个派系 自己本身应该说是问题 不是不像其他的一些官员问题那么多 他自己本人应该相对来说算是比较干净的人 具体他是怎么被扣怎么被抓的 在这里咱们就是做一个猜想 你要说他自己犯了多大事 你说像高官张高丽跟彭帅的事 你看他身上没有 你看像中宣部 这个盛海雄 这个同龄雅 这也没有 也没什么绯闻 也没什么贪腐 中纪委也没进入调查 那怎么就突然间就被抓了呢 那只能有一个可能是什么呀 应该酒后失言 我觉得这么一个酒后失言 这个几率还算是比较大的 因为之前有实验 就是说这个央视主持人毕福建 跟朋友们喝酒 再唱歌唱着来一句 老鼻羊可把中国人害惨了 老鼻羊指的就是毛泽东 一提毛泽东现在是22号了 到了26号25号之前 我后来再做节目 我后来再好好的去聊聊毛泽东 毛泽东骂一百遍 我都不解恨 咱们今天主要聊刘亚洲 刘亚洲他可能就是一个 他感觉也像是一个性情中人 主要就是他之前什么后台靠山比较硬 李先念的女婿是吧 红二代 所以说他自己一直以来的在官场上 在政治斗争中一般来说没敢动他 但是现在怎么说 他现在就是被抓 你要说事大事不大 事小了事也不小 感觉就是现在也没有失垂的证据 真的 你在网上找你找不到失垂的证据 被抓的原因 应该就是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 然后被别人举报了 那在这里看这是希望之声 有一个报道是怎么说 说什么国家真没钱了 要从红尔代身上挤钱了 要挤钱的话也轮不到刘亚洲 有钱的红尔代多了事 江派多了事 为什么一定要去找刘亚洲 咱看刘亚洲 其实在政治上还是有一定觉悟的 就是说在面子上面 习一民上台之后 刘亚洲曾经公开支持军中反腐 曾不点名批评说 江泽民把持军政十余年后 军队成了一个大卖场 我们面对的不是战场 我们面对的是市场 甚至不是市场 面对卖场里面什么都有 什么都可以标价 在他的把持下 军队成了烂泥 对 军队是个市场 刘亚洲支持习近平军内反腐 这也是值得一说的 这也是有话题可聊的 你比方说 中国的军队 我之前我曾经做节目 也是我的当过兵的朋友给我爆料 说当兵一年都打不了十发子弹 升个士官还要花几十万 这是基层士兵的 对于高层那些内幕是什么 搞什么军事演习明明要开十架飞机 是吧 我这本我报十架飞机的这种消耗品 汽油航空汽油 要准备十架飞机的 实际上只开出来 四架三架五架 剩下一半就地卖掉分赃 这是军内的腐败问题 十分严重 那你说刘亚洲他支持习近平军中反腐 是吧 这也是在怎么说呢 在做面对工程 但是你看看他应该是内心当中 他是不服习近平的 肯定不服 习近平小学生要文化没文化 要水平没水平 干啥不行 吃啥不够 你实际说你像刘亚洲这么一位 有才华的有思想的 跟个诗人一样 你看他的文章 我在这里我多次案例 你可以看他的文章 还是有一定的情怀在里面去的 虽然说他是一个中共的高官 所以我个人感觉应该是说错话了 你要说国家没钱了 是国家没钱了 是不错 这个财政没钱了 但是也就是说 因为这个原因抓刘亚洲 我觉得不太靠谱 应该就是说自己刘亚洲哪方面得罪得罪了 上边了 你看现在中国就跟什么 就跟朝鲜差不多 朝鲜朝鲜一个不小心 你鼓掌鼓的不激烈 你鼓掌的时候不带笑容 你鼓掌的时候 你没有痛哭流涕的感动 这都有可能把你抓起来给枪毙 现在就是中国现在逐渐就开始朝鲜化去发展 以前党内的高官可能还有什么不问世事的这么一个 就是不参与斗争 想做一个愚公 想做一个就是说不参与你那些事 但是你没这个权利了 你必须得去高唱赞歌了 不然的话就要搞你弄你了 就像三国时期的 这个谁曹丕跟曹直的内斗 曹直就是想我不跟你争皇帝 我每天我就结交一帮什么朋友 吟师作父 但是曹丕看着曹直就不爽 就要搞他弄他 对不对 现在你说刘亚洲跟习近平的关系 可能也是这样 刘亚洲我对于你党内斗争 对于政治权利 我不感兴趣 我自己我风华学 我自己我吟师作父 但是习近平可能看起来也不爽 一个不小心应该就是说错话了 把你给弄起来了 那么后续感觉跟任志强应该是差不多 你要说出事也不过出什么大事 毕竟是红二代 是吧 人家党内不容易开杀戒 也不好开杀戒 面子上也不至于做的太绝 应该就是说抓一段时间之后 党内教育一番 然后老实了 老实出去 跟任志强这个性质差不多 好吧 那就先聊这么多 先让我发现 能够 能够 人家党内